- 股市蜘蛛人旗鼓結婉男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蜘蛛人阿豪 歡迎收看股市蜘蛛人 其實各位好朋友在這個股票市場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贏家 其實很簡單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當你能夠網住標股的同時 你也網住了自己的一個財富 那股市蜘蛛人就是以這個為我們最終的一個目標 不斷的在跟我們所有的一個好朋友來做一個分享 我們錄影的這一天是1月5號 也就是新春開紅盤的第一天 可是很不好意思 今天的一個加權指數盤中一度重挫高達125點 很多人看的真的是傻眼了 但是各位好朋友 反而趁著這個重挫的一個機會 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這剛好是檢視你手上 所有的一個持股 非常棒的一個時機點 當大盤重挫高達125點的過程當中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去檢視你手中的一個股票 如果也是跟著大盤重挫高達100點以上 哇那這真的就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這一檔個股它真的還值得去留嗎 所以各位好朋友 我們在這地方跟各位去做一個分享 當你要網註標股的一個同時 你就已經網註自己的一個財富了 那你說阿豪老師那到底怎麼樣去檢視 那手上的這種股票到底穩不穩嗎 你不就舉個例子跟我們來做一個報告 來各位好朋友 我們錄影的這一天是新春開紅盤的第一天 各位好公開的在節目上在12月31號當天的一個節目 甚至說在元旦年旦的連續的一個假期裡面 跟各位分享的物聯網三件課 哪三件課各位 物聯網三件課今天我們直接公開 研法細創以及生科 它到底有沒有溫特董 到底有沒有經得過市場上的一個考驗 各位你不妨用這種角度來檢視你手上目前的一個持股 當加權指數 在1月5號 盤中一度重挫高達125點的過程當中 不就剛好是檢視你手上的股票有沒有溫 那不是真的是溫特董 是不是真的有買有賺錢一個最好最好的一個時機 我就以公開跟各位好朋友分享的這三檔 物聯網三件課 研法細創以及生科 來跟各位來舉個例子 來做一個檢視 來各位我們注意來看 各位 在12月22號 也就是禮拜一 我們的每周一股 是不是就已經跟各位好朋友來分享 研法2395的一個研法 結果我們持續去做一個追蹤 我們發現 來從12月22號 會員朋友同步進場的這檔2395的研法 到封關 到新一年封關12月31號當天 它已經從215塊錢上漲到了239塊錢了 也就是說在這一段時間 它足足已經上漲高達24塊錢的一個價差了 各位 這檔股票 是不是真的值得市場上 的一個考驗 我們直接來看嘛 來各位好朋友 在今天 1月15號 1月5號 早上的8點50分 我們清代班的 是不是直接2395的研法 230塊 再加碼 再買進 因為它是物聯網三件課之一 結果各位我們一起來檢視 它是不是真的溫特董 是不是真的值得市場上的一個考驗 來各位我們來看 來這地方把它做一個放大 今天的一個最低價 出現在229塊錢 那各位我們是不是請清代班的 尊榮班的一個會員 230塊勇敢的在進場 再做一個加碼的動作 來我們看全圖 結果它是不是從229塊錢 一路往上去做一個公高 結果收盤收在多少 235.5塊錢 各位 它最後一盤硬是把它拉成平盤以上 硬是收了一根紅K棒 所以各位好朋友 這樣的一個個股 是不是就值得我們持續去做一個追蹤 那你手上的個股 你不妨也用這種角度去做一個檢視 平常加全指數沒有動 甚至說它在上漲的時候 很多個股它會混水摸魚嘛 可是 當加全指數 出現一個重挫的一個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檢視手上持股 是不是真的持續去做一個 持有最好的一個時機 就好比阿豪跟各位分享的 2395 的這個菸花 235.5塊錢 到了收盤它硬是收在平盤以上 好那我們再持續再去做一個檢視 同樣的 除了英華之外 同樣的 我們跟所有好朋友去做一個分享的 一檔一檔來看 8016的一個細創 8016的一個細創 它同樣也是物聯網的一個 三件科之一 同樣也是物聯網三件科之一 那它三件科 那它到底值不值得這個市場上 的一個考驗 這回來看 來 8016的一個細創 8016的細創 物聯網三件科 它真的有辦法經得起市場上的一個考驗嗎 各位我們持續的來去做一個追蹤 來各位 同樣的我們從12月22號 到12月31號 以這一段時間為區間去做個觀察 我們發現 8016的一個細創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它是不是從 77.4塊錢 上漲到了 83.9塊錢 在這個區間 它一共上漲了 6.5塊錢 好各位 那今天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也跟各位好朋友來做一個分享 今天 加權指數一度重挫高達 125點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我們要去檢視 這檔持股 它到底經不經得起市場上的一個考驗 它是物聯網三件科沒錯 但是它到底經不經得起市場上的一個考驗 來 細創 再試駕 再加碼買進8016的一個細創 各位 結果今天細創開盤開多少 來這地方放大 今天細創是不是開 81.7塊錢 好那在這個地方 勇敢的進場 去做個佈局 再做一個動作 來各位我們來看全圖 結果它從開盤的81.7塊錢 到今天 收盤 是不是收在 83.5塊錢 各位 今天 加權指數 重挫 一度重挫高達125塊錢 但是細創 它從 開盤到收盤 完全守在平盤以上 甚至今天收盤還收在今天的一個最高點 各位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個股 是不是就值得 我們好好的去做一個關注 各位好朋友 你不妨也用這種角度 去檢視你目前手上 已經持有的這些個股 它是不是能夠經得起 市場上這樣的一個考驗 所以各位已經為各位釋放了兩檔 好那我們再去往下去做一個檢視 來各位朋友 5272的一個深科 5272的一個深科 它同樣也是物聯網三劍科之一 同樣的我們也是在這一段時間 來去做一個檢視 它到底值不值得市場上去做一個檢視 去做一個考驗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溫特董 結果各位我們一起來看喔 來各位這個都是公開的資料 你自己也可以查得到 它從12月22號一直到封關 新利年封關12月31號這段期間 它從76.5塊錢上漲到了83.8塊錢 在這一段時間 它足足上漲高達 7.3塊錢 好各位 我們是不是發現它有一個趨勢出來了 好那有一個趨勢出來之後呢 那今天 1月5號 今天加權指數盤中一度重挫高達125點 各位 它今天是不是真的經得起市場上的考驗 來各位我們來看 5272的一個深科 它是物聯網三劍科之一 今天它是不是真的經得起市場上的考驗 來今天是幾號 我們錄影這一天是1月5號 1月5號這一天它是不是真的值得我們在進場去做一個佈局的一個動作 來各位我們直接看喔 各位 深科今天開盤開多少 82.6塊錢 各位 今天開盤開82.6塊錢 好各位 那我們如果說 進場去做一個關注 今天盤中 加權指數一度重挫高達125點 各位 那我們發現 它今天收盤收多少 84.7塊錢 再做進一步的檢視 我們發現什麼 我們發現 它從開盤 經歷 加權指數盤中一度重挫125點的過程當中 它仍然 搶手在紅盤以上 甚至到收盤的時間 它仍然是 搶手在 紅盤以上 各位 那收高 收在84.7塊錢 所以各位好朋友 所以當加權指數 它出現了一個 重挫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不就是提供給我們一個 很好很好的一個機會 來檢視 到底我們手頭上的這些持股 哪些 它是在混水摸魚的 哪些 它是跟著盤是一重挫 哇 它也跟著兵敗如山倒 可是相對的 如果手上的這些持股 或是我們關注的一個題材 它的這些股票 它在經歷大盤 重挫125點的過程當中 它不但沒有重挫 甚至在收盤的時候 它能夠 再收到最高 在過程當中 它一路沿手在平盤以上 像這類的一個持股 就非常非常值得 我們去做一個 專注 去做一個追蹤 所以各位好朋友 這就是 在這個市場上 跟所有好朋友 去做一個分享的 當你 網註標股的一個同時 你能夠網註標股 你同時也就網註了 你自己的一個財富 這是股票的一個部分 同樣的 在指數的一個操作上 不也是一樣的道理嗎 一樣什麼道理 方向 決定輸贏 今天 1月5號 我們錄影的今天 假選指示是不是做了一個中挫 盤中一度中挫高達125點 各位 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 在今天以前 家群是不是拉出了一波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 一個上攻的格局 那上攻的格局要怎麼樣才能夠成為贏家 方向 決定輸贏 這個也是阿豪公開的跟我們所有好朋友去持續做一個追蹤的 這是12月30號 當天的一個節目我們是不是就幫各位去整理出來的 從9110一直到9300點我們就是任何壓回 偏多 就是買進 各位 結果我們來看 當 加權指數也好 當台指 01也好 他有一個趨勢出現的一個時候 是不是從9110一路往上上漲高達233點 來到了9343 那各位 當你抓清楚一個方向的時候 這一路上漲一路做多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 真正的基隆 所以阿豪是不是也跟各位去做個分享 怎麼樣成為一個真正的基隆 第一個 你的方向要搞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因為方向決定輸贏 方向清楚絕對是你獲利的基礎 做對了 要散色挺利 懂得落袋為安 那如果做錯了 一定要懂得顏色挺損 才能擁保安康 其實各位好朋友 來到這個市場上 不管是你操作股票也好 不管是你操作股票也好 操作指數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觀念而已 當你一個觀念 你也許操作了很久 你搞不清楚 可是有一天 你突然想通了之後 各位 那恭喜你 為什麼 當你觀念一旦通了 你的財富 也跟著豐富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在這個市場上 股市資助人 我們秉持著 算籍資助 資助比較的這一種態度 來面對 指數的一個挑戰 來面對個股的一個挑戰 所以各位好朋友 有時候當你觀念想通了 就那麼一瞬間 各位 你就開啟了財富之門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今天我們有一個 何康的 什麼樣的一個何康的 你賺錢 就是我的快樂 所以各位好朋友 真的有需要幫忙的 你手上還有部位的 不管是指數也好 或是有些個股也好 你真的不知道 怎麼去做一個處理的 你今天不妨利用 這樣的一個機會 真的有需要幫忙的 歡迎跟我們做 進一步的資訊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清晨 一起發生與住宅的火災 是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快把瓦斯爐關掉 怎麼還有收音啊 快孫 揮手處理師尊 他一針錯到有高溫或濃煙 會隨意發出警報孫暇 後來有時間通知出來的人 趕緊逃孫跟打119報警 沒錯 而且自己動手裝 便宜又方便 安裝住機器 安全無貨幣 請購買富有合格標識之產品 並記得定期更換電池喔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 富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勿惠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利器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德投顧 老師說地震時要蹲下小掩護 不要驚慌 媽媽說疏散時要不推 不跑才會安全 可是為什麼大人們都不保護自己呢 房間需要行動 教育需要綁壓 所以來到這個市場上 到底怎麼樣能夠去賺得到錢 到底怎麼樣幫助自己 去賺盡應有的一個財富 其實觀念就是在一個觀念 當你觀念一旦通的時候 就好像那個水龍頭的水打開了 財富自然就滾滾而來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去做一個分享 當你觀念通 你的財富也跟著就豐富起來了 我們股市資助人 並持著算幾資助 資助比較的一個態度 來這個市場上 就是協助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真的有需要幫忙的 一個觀念通了 各位財富就進來了 我們就以股票為例 到底很多人都不知道 股票到底是怎麼折擇的 買了燈姐套 太可悲了吧 你要想辦法去網住標股 當你網住標股的一個同時 你也網住了自己的一個財富 所以股市資助人 我們就秉持著這樣的一個方向 來跟各位好朋友 來去做一個服務 就好比說我們錄影的這一天 是1月5號 這一天 加權指數它盤中一度 中錯高達125點 很多人真的是看傻眼了 怎麼會這樣 開紅板不是應該要收紅嗎 各位 下跌高達125點 剛好就是讓你檢視 你手頭上有沒有一些股票 他該去做一個調整的時候了 我就舉個例子 各位你不妨也可以用這種角度去做一個分析 來跟我們在封關當天12月31號的節目裡面 是不是公開的跟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真的有需要物聯網三劍客的 來我們今天做一個公開 物聯網三劍客是哪三大劍客 研華 細創以及森科 這是好幫各位去整理出來的一個資料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 在廉價的這四天裡面 都有進來去做一個說詢 我們不妨一起來檢視 這三檔個股 它是不是真的溫 是不是真的溫特董 來各位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是不是真的有買有貪 來各位2395的研華 來注意喔 來各位 不管是股票也好 不管是指數也好 方向決定輸贏 所以各位在檢視的同時 你注意看老師的方向 來各位2395的這個研華 在12月22號禮拜一這一天 我們就持續的跟我們所有的一個好朋友 來做一個追蹤 來各位我們發現 就有從12月22號 到12月31號到封關當天 它從215塊錢已經上漲24塊錢 來到了239塊錢了 各位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往上嘛 好那重點是在於 它進不進得起市場上的一個考驗 它進不進得起大盤開始下跌回測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是不是仍然在嚴守它應走的一個路 各位我們來看齁 來1月5號禮拜一這一天早上8點50分 我們就請尊榮清代班了 2395的研華在230塊再加碼買進 因為它是物聯網三間科之一 235.5塊錢 收盤價就收在當天的一個最高點 到了最後一盤 它硬是把它拉到紅盤以上 所以各位 你不妨用這種角度去檢視 當你的手上的磁骨 它如果真的具備題材 它如果真的具備一個認同度的話 它就有辦法呈現出這樣的一個表現 所以各位我們再持續往下去看 來各位 這是三間科之一的研華 那我們再持續往下看 來8016的一個細創 來方向決定輸贏 注意方向 8016的一個細創 它是物聯網三間科之一 我們同樣的跟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來做一個追蹤 來各位 我們以同樣的時間框架 去做一個分析 從12月22號 禮拜一到12月31號 這封關當天 我們發現8016的細創 它從77.4塊錢 上漲到了83.9塊錢 在這個區間裡面 它是不是上漲了6.5塊錢 那各位 重點是在於 它是不是能夠延續 是不是能夠經得起 市場上的一個考驗 是不是能夠經得起 在加權指數重挫高達 125點的過程當中 它仍然是延續它自己的路 來各位 我們一起來看 來 在1月5號這一天 我們請試駕再買進 因為它是物聯網三間科之一 我們每個會員朋友 一定都要自由 各位各位我們一起來看喔 來 細創 來 今天這一天 1月5號開盤是開多少 81.7塊錢 各位 最低 就是開盤價 最高是多少 83.5塊錢 最高都是多少 最高 就是收盤價 所以各位 我們來看全圖 這一天 加權指數 重挫高達125點 但是呢 經得起市場上考驗的 它竟然開最低 收盤收在當天的一個最高點 結果收了一根光頭光腳的 紅黑棒 這就是各位好朋友 很多人 看到開紅盤 結果大跌 嚇了一跳 可是懂得去利用把握時機的 卻反而會在這個時間點去檢視 你手上的一個持股 它到底 有沒有獲得這個市場上的一個認同度 這個是哪一檔 我們公開跟所有好朋友分享的細創 各位 它整天都在平盤以上 而且開盤是最低價 收盤 收在當天的一個最高價 各位 那我們再持續再檢視下去 好 那物聯網三件課 還有一件課叫做什麼 5272的一個深刻 各位 注意方向喔 方向決定輸贏嘛 所以各位好朋友 這連續假期四天 有非常多觀眾朋友 有打電話進來做一個索取 各位不妨去做一個驗證 大家一起來做一個驗證 來各位 好 跟各位分享的 5272的一個深刻 它是不是真的經得起市場上的一個考驗 來 我們這位來看喔 各位 同樣的時間光價 我們從12月22號 一直到12月31號為止 我們把資料調出來 各位你都可以自己去調資料出來喔 我們發現深刻 5272的一個深刻 它從76.5塊錢 在這一段時間 它緩步的上漲 緩步的上漲 上漲了7.3塊錢 漲到了83.8塊錢 但是重點在於 它在這一段時間 它緩步的一個上漲的過程當中 今天1月5號我們露營的當天 它到底經不經得起市場上 加權指數 重挫125點這樣的一個考驗 它是不是能夠再持續維持了 它原本的一個方向 它到底有沒有獲得市場上的一個認同 來 各位我們一起來看喔 來 5272深刻 加碼買進 因為它是物聯網三件科之一 結果我們一起來看 各位 深刻開盤開多少 82.6塊錢 好 開盤開82.6塊錢 那我們一起來看喔 來看全圖 開盤82.6塊錢 這個地方勇敢的進場去做個佈局 再去做個加碼 因為它是物聯網三件科之一 82.6塊錢 結果收盤收多少 84.7塊錢 這整天完全維持在平盤以上 在盤中一度經歷了加權指數 重挫高達125點的過程 它完全搶守在平盤以上 並且收盤收在84.7塊錢 收高1.7塊錢 所以各位好朋友 好是不是在這地方 我只是舉個例子 來 各位 你不妨用這種角度去檢視你手頭上 目前的一個持股 大盤在漲或是在動的時候 很多持股你都看不出來 它到底有沒有獲得市場上的認同度 可是像譬如像1月5號這一天 加權指數盤中一度重挫125點 一度重挫高達100點以上 各位 你的手上的持股有哪一些 它是在混水摸魚的 是不是一人就看得出來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好 跟各位去做一個分享的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觀念而已 當你觀念通了 你的財富自然也就豐富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我們以實際的行動 來關心我們所有的一個投資人 如果真的不管是在股票方面 或是在指數方面 你手上還有一些部位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 怎麼去做一個調整的 真的有需要我們幫忙的 各位 你不妨趁今天的這個機會 因為你賺錢就是我的快樂 今天給各位一個好康樂 什麼樣的一個好康樂 真的有需要我們幫忙的 不用客氣 一通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做進一步的一個資訊 很簡單 當你觀念通了 一個觀念就是 那一瞬間你通了之後 你的財富也跟著豐富起來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真的有需要幫忙的 歡迎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做進一步的資訊 感謝你 我們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病菌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部都有期貨 股票 雙震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頭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頭顧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震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便宜的頭顧 固得頭顧 好 妹妹啊 去洗碗囉 媽媽說女孩不會做家事會被人嫌 爸爸說女孩讀理工將來會很辛苦 他們為什麼不對哥哥這麼說 西斗讓女孩有發揮潛能 平等發展的機會 我可以當科學家 我可以做工程師 我甚至可以開飛機 我可以 你也可以 西斗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